各位大家好 我现在跟各位介绍 建成对应 那我用三张图来跟各位说明 如何做建成对应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一张 这张风景图 我们Ctrl这一份 Ctrl这一份 我们希望这个颜色变得 不同的色调 好 像我喜欢它一辈深一点 然后再红一点 好 那我可以直接先调整 在这个调整图层这边 右下角 有一个建成对应 那你可以选择颜色 那原来出那个预设是黑白 好 那你可以把它调成 你想要的颜色 那我今天想要把它调成红蓝 红蓝 蓝 黄蓝 好 那这颜色是在哪里选呢 你可以在这边 这边有个工具 工具 你可以选很多的颜色 相片的色调 加入 它就会加到这里面 有看到吗 蓝 红蓝 然后还有其他的 你希望一些光谱的颜色 加进来 它就会把它加到这下面 好 你如果想要加特殊的光效 把它加进来 也有在这边有个下面 好 那我们 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颜色是 橘蓝 好 那希望一个橘蓝色 好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橘蓝 你看颜色你套起来 树是橘色的 然后是天空是蓝色的 那你也可以选 它这边还有一个 黑蓝 红白 好 那你就可以选看 哇 黑蓝白 红蓝白 这是比较好看的颜色 好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调整 那调整怎么调整呢 上面是100%的不透明度 两颗色标 下面的色标是颜色 那这个渐层对应就是从 颜色比较深的 到颜色比较淡的 那颜色比较深的 我们现在用的是深蓝色 黑色深蓝色 如果你认为我要再深一点 好 那你就选它 然后把它加深加深 你看加深 再深一点 再更深一点 好 按确定 这边也是红色的不够红 我希望它是红色 红一点 那我就给它调到红色这边 我希望它是红色 红一点 红一点 那我就按确定 然后它就会红一点 那这个是灰色 我比较灰色 我就把它抓拉掉 它就会红 那个就会变不见了 好 那这些红色 像这一颗也是 你可以把它拉掉 然后你可以选红色 然后调淡一点 调淡一点 然后再选它 再按一下 你可以两颗都淡一点 然后一颗红一点 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选 选你配上的颜色 我希望的是红东东的颜色 那你希望白色那边黄一点 好 那希望我一颗 这颗变黄一点 因为我们太阳中间 希望有点黄色的颜色 那你可以把它加上来 黄色的颜色 加上来 还有黄色颜色 好 那这些你都可以自己选 在旁边 再加一个白一点的 白一点的 蛋白色 好 那你这样就完成了 你看它 好 你这样就完成了调整 有看到吗 这个是就是你要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 建成对应调整的颜色 我们把它做起来看看 跟原来的有没有一样 有没有 原来颜色就变得很红 那假如中间的颜色 你希望恢复原来颜色 所以用建成 遮色片 然后把这个圆圈 这个地方 稍微把它恢复 它原来的样子 恢复它原来的样子 它就可以恢复它原来的样子 好 那就可以调整一张 不同的影像的图片 影像的图片 好 影像的图片 好 那这两张都这样可以来看 那你如果需要一些光线 那你就用再就用去调整 调整 那你就可以比较看看 有没有 这个更深更蓝一点的颜色 很好看的颜色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试看看 试看看 这是第一张的建成对应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张 第二张 第二张是第17 这张是30的那张图片 这张是课本17那张图片 好 我们一样 Ctrl这一份 好 我们刚才是直接用颜色去调 那我们其实我们用 建成对应 也可以把它换成黑白来调 换成黑白 黑白 好 那我们怎么换成黑白来调呢 首先用影像调整 然后把它变成黑白 按确定 那黑白往事来调 也蛮不错的 那我们用建成对应 里面的黑白 好 黑白往调 上来以后 我们把它调成 蓝 蓝色 淡蓝色 蓝 深蓝 淡蓝白 好 有看到吗 那我如果希望 我这个颜色是这样子 你看 它就变成这样子 有看 好 那这个颜色做好了以后 我就希望它能够 你看 它颜色 很漂亮 那你可以 再调整 自己做 做调整 那我这张光线 我希望 它能够 有一点 光芒 好 有一点光芒以后 你就按 Ctrl Auto 那你光芒 从上面下来 我们做两次的光芒 好 滤镜 那你的光芒 你可以把它 首先 我们做两个 我们就互制两份 好了 那这个就是 这个图层一 这个图层二 这个图层三 好 把它取名字 好 那我们图层 要做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它用 图层 影像 调整 色情 我们把它调淡一点 调淡一点的话 亮一点 我们来做光芒 会比较好 好看一点 做光芒 会比较好看 把它调光 调亮一点 好 调亮一点以后 我们给它做 滤镜 模糊 放射性模糊 那光芒 从这个角落上来 左上 左上 左上一点点 好 那如果你要强一点 就给它 放强一点的光芒 好 有看到 你的光芒 那如果你觉得太强 你如果觉得太强 你就把它 缩小淡一点 太强 太强光 淡一点 淡一点 好 那我是觉得太强 那我们重新再做一次 好 那我们再做一次 这个光芒 好 这个光芒以后 我们就用 滤镜 模糊 放射性模糊 那我们刚才设 84太强 那我们设 60好了 因为我设 65好了 我们觉得 有一点点 太强了 那这样就影响 我光的视线 好 有看到吗 这个是光芒的视线 好 OK 那你可以看到 上面有个光 很漂亮的光 那我们下面 我希望海的部分 我不要 我另外要做光芒 好 那海的部分 就用遮瑟片 然后用建层的遮瑟片 把它 把它遮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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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它遮到这边 好 把它遮到这边 好 你有看到天空有云彩 有云彩 好 有云彩下面 下面的海 另外再做一次 用一的光芒来做 用一 三 用三来做 三怎么做呢 用 再做一次 滤镜 模糊 那放射性 模糊 这一次的光芒 我要放在这个海边 这个下面 这边 下面 好 再做一次 按确定 好 再做一次 好 你看这下面 下面有光芒 有没有 有这个 那可能强度不够 我们再做一次 好 滤镜 模糊 放射性 模糊 强度再给它强一点 好 给它晃到一百 好了 好 就在下面 这个 我希望 哇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下面 有些光芒 好 那我们上面的部分 就把它遮掉 上面的部分 我们就不要把它遮掉 有看到 遮掉 上面的部分 把它遮掉 好 上面的部分 把它遮掉 上面部分 把它遮掉一点点 好 你看 它下面就有这样 一色光芒 上面也有 辐色的光芒 好 OK 那再 我们再往下拉一点点 好了 让它更好看一点 好 这两层就是 下面光芒跟上 好 那我们把它 合成起来 再做一个色彩增值 好了 让它更明显一点 有没有 光线更明显 好 那原来的图 原来图你可以 就完成了 我们合成起来 一份把下面的土都遮掉 好 那我们希望 我们做个比较 你看 海边 那我希望它也有一点海边的 云的感觉 那你就用遮色边 再把这个海边这个部分 海边这个部分 我们用笔刷 然后超过30左右 把这个海边的海边 再稍微让它露出来 虽然有光芒 云彩也是 云彩也是 有海边也有光芒 不要那么暖 这样看起来就 这个海边就非常好看 好 那你就自己云 海 静色的海跟云 那如果有一个人 放一个人在这边 走路 那就会更好看 那就自己设计 好 那再来是人路 这张人路 那我们一样 这个人路 我们也可以来做 做渐层对应 那渐层对应 你可以直接用 刚才讲的 用原图 用黑白 两个都可以 那我们来做 渐层对应 那我们来 选一下 我们的渐层对应 渐层对应 你可以选一个 你比较喜欢的 渐层对应 好 当然我们刚才这边 已经有载入 很多的渐层对应 好 那你就可以选 我需要橘黄色 有没有看到 橘黄色 好 那这样就很深 那如果你可以 再选一点 我希望它能够 淡牙一点 淡牙一点 有没有 红一点 淡牙一点 好 那这淡牙一点 你就可以自己再调整 好 这个可以再调深一点 调深一点 渐层再调深一点 好 再调 慢慢把它调深一点 让你的影像会更好看 那白色的地方 更白一点 白色的地方 我们给它调白一点 不要只有一种颜色 白一点 白一点 尽量再给它白一点 那希望我也能够 相同的色系 橘色旁边 我希望给它一点 红色的色系 金黄色的色系 黄色的色系 旁边 好 那这样就会造成一个 很好看的影像 很好看的影像 有看到吗 好 那做好以后 我们就边边有红色 你看 晃光的颜色 好 那我们就把它合成起来 那如果合成起来 如果你像说 我上面的颜色 我要恢复原来颜色 不要这样子的颜色 那我红色太明显 那你就把它刷一刷 上面的脸的颜色 不要让它有幻太红的颜色 一点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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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点红 但是也不要太红 一点点 一点点红 一点点红 但不要太红 好 那这样就是我们要的相片 所以你就可以合成起来 好 再做一个 如果你想要再深一点 做一个 柔光 好 再做一个柔光 让光线更漂亮 让光线更漂亮 或是做覆盖 或是时光 让它颜色会更漂亮 更漂亮 好 我认为应该柔光就很漂亮 好 柔光 好 OK 这两个光线都是蛮不错的光线 好 哎 色彩真实也不错 好 OK 那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要做的建成对应 那你可以跟原来的 直章的图 合成起来 跟原来的图 做个比较 这是原来的图 这是用建成对应 加上的颜色 你看 有没有 不一样的颜色 因为你加了什么 红色的元素在里面 好 各位 那个 大家试看看 你有 建成对应 你有 可以造成不同的一个效果 不同的一个效果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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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